昨天傍晚由新北市副市長李四川與藝術家吉米共同發表淡海輕軌公共藝術 特別結合淡水在地表演團體聲聲劇場 打造列車移動式劇場以公共藝術作品搭配視覺還有動態表演藝術 昨晚開放了五個時段的梯次移動式劇場 總共有150個名額也被秒殺 民眾搭上輕軌列車展開一趟奇幻之旅 大家也都搶先體驗淡海輕軌的公共藝術之美 淡海輕軌綠三線即將在年底玩公通車 其中由紅樹林往坎鼎的綠三線由國際藝術家吉米 為全線11座車站量身打造公共藝術 是全台灣唯一全線由單一藝術家規劃公共藝術的交通系統 而昨天傍晚由新北市副市長李四川與藝術家吉米 共同發表淡海輕軌公共藝術 特別結合淡水在地表演團體聲聲劇場 打造移動劇場以公共藝術作品 搭配視覺與動態的表演藝術 那這一趟我們可以看得到捷運不只只有印書 它包括觀光 除了觀光以外 說實在我們可以在每個站沉思一下 如果假設這個心情不好 那也可以眼睛閉一下 第一站就可以到喜宴室來洗個宴 副市長李四川表示 吉米淡海輕軌公共藝術帶來嶄新的樣貌 通車之後也歡迎大家來搭乘輕軌 欣賞月台上的吉米公共藝術創作 而日前捷運局開放的五個時段梯次的移動式劇場 一百五十個名額也被秒殺 在昨天晚上也邀請民眾搭上了輕軌列車 展開一趟奇幻之旅 搶先體驗淡海輕軌公共藝術之美 然後會做銅雕 當然也是因為它可以比較很久 然後我是希望大家可以親近它 可以撫摸它 可以跟它拍照 所以它可以坐在上面跟大家共處這樣 藝術家吉米也表示 這一次參與淡海輕軌公共藝術規劃 也是他全新的嘗試與挑戰 更是第一次嘗試以銅雕來創作 就是希望民眾可以更加親近 也可以觸摸拍照 將街道家具的概念放入作品當中 讓公共藝術作品與暫體結合 融合繪本故事主角小女孩從紅樹林 在帽子樹下許願開始 以不同姿態引領輕軌乘客展開旅程 而副市長也期盼 當海輕軌除了運輸功能之外 將更具有促進觀光的效益 帶動區域發展的重要價值 記者許多愛意 但是在網路報導